没有气,造成你的操控不好,甚至爆胎 那灯光的部分要想到就是说 现在的七级车辆大概是近三年到四年的车辆 政府都有规定,就是没有大灯的切环开关 就是你电源打开,车子大部分就是开启,都是亮着 那所以灯光也包含说,车尾灯 车尾灯的部分在夜间的时候也没有亮起 来让后方或者是其他的用户人辨识到我们的车子在用户 或者是让他前后左右出现,来增加这个安全性的辨识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轮胎的部分,除了胎压之外 胎纹,就是摩号极限,是不是到达跟判轮胎的一个限度了 那所以如果到达摩号极限就要去判,因为他的摩擦力抓低就变低了 所以在轮胎的侧边有一个三角的指示 来告诉我们摩号极限到底 那胎压的部分呢,我们看普遍上就有点点的轮胎 除了说造成你的耗瘤之外,你的操控性也变得不好 所以是相当危险会造成胞胎 所以可以去添构这种所谓的伸测系 来便于我们判断,轮胎的胎压是否足够 那轮胎的胎压在机车上面都会有这种标准的胎压,比较适时的去检查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到我们固定发染的机车堂去做一些地址的发染 然后就会帮你做好这些检查 那如果再来重要性胎压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的胎压 注意胎压,所以胎压我们就先往后要去使用了 造成说你胎压下雨中在使用的时候就很容易转导打滑或产生这种水调现象 好,那车子的特性刚刚讲的灯光 那帮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在这样子的灯光几下已经在夜晚 但是这部机车的驾驶人没有灯光 可能没有人可以辨识到他 尤其他又穿着深色衣服 也不容易让人家便利 所以没有头头是很危险的 那另外,容不容易被看到被辨识到 因为毕竟机车是肉包皮的一个交通工具 那很多的状况很容易被忽略掉 所以被其他用户人能够明显的看到是重要的一个关键 穿着鲜鲜鲜明的衣物 有一些反光有一些对比 让其他用户人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存在 那亮色衣衣服就好像这种影光色是我们比较建议的 不管是你骑车、开车或者是脚踏车 或者甚至是上路 都能够容易的让其他用户人能够看得到 那包含说我刚刚讲的灯光 为什么? 在汽车驾驶人在夜间露灯昏浪 或者没有露灯的情况下 他亮了他的车尾灯就很容易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让其他用户人看得到 那提升我们的安全性 那另外车的特性里面包含说 我们遇到紧急状况会用刹车 那刹车里面现在的机车配备也相对的提升 就是有ABS刹车系统跟CBS 就是所谓的前后轮同步刹车 那ABS就是所谓的电子防锁使的刹车系统 那避免所谓的车车锁使 避免转向 而产生大光或K板的情况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影片就是没有ABS的车辆 他遇到三宝 那因为没有ABS系统 他紧急杀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情况 三宝出来了 所以大型的天摆 他虽然有停下来 因为他这个机车行驶本身 行驶的速度也相当快 所以遇到三宝 他来不及反应 他觉得是绿灯 也是我们待会要跟同学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说速度快 另外他技术好 虽然没有发生失度 但是他还是倒车 所以因为他的配备 没有ABS的系统 所以没有办法控制好 稳定的刹停的距离 造成这样一个状况 OK 那整个ABS系统 跟没有ABS系统的一个比较 我们有一个影片 就是分别没有ABS 他遇到失滑路面 所产生的一个状况 但是没有ABS 我们模拟 在这个所谓的失滑的道路上 可以看到 他大体的一个摆道 他有ABS 他这个失滑路面 他这个轮胎 有说一个标策 他是点放点放 快速的点放 来煞住你这个 煞车 所以不会造成 这种车辆的一个大力 也让你平衡的空气 ABS可以让车辆保持滚重 力的引出车辆 也不会造成 刚刚讲的 所谓的转道的原始化 所以在刚刚讲的一个部分里面 车子是我们重要的工具 那相对的一些政府的法律也规定 就是说会有配备这样一个车辆 所以在未来 听过机车的时候 一定要选有这样子一个安全装置 安全设备提升的一个 所谓的系统 来提升我们的一个安全系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那接下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 在机车里面 在我们台湾 几乎都是双分层很多 就两人齐称 所以 在后座乘客的部分 我们觉得很多同学 大部分都会给家长载 或者是说 同学 两两相载 双载这样的情况 所以 齐称的座姿 所以这样的情况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所以它是双手 帮到一个座船 紧急杀身的时候 它就会往前冲 那个 机车讲什么 是事情中心 对 OK 这是有欠向 那第二个欠向是什么 大学生他双赛 他两只手抓在那个把手的后方 因为起步的时候 车上有一个惯性 所以 当他 虽然稳稳的抓住车子的后把手 但是一个惯性的一个力量 就把它往后推 所以 那应该怎么做 就是 环抱前面的骑士会往前冲 拉住车的后把手 他会往后挡 他应该怎么做呢 一手环抱 一手也要拉住后把手 所以他不会往前冲 自己刹车的时候 这样子是建议同学 乘坐在后方的一个姿势 就是说 你的双手是没有控去滑手机 或者是被单字或打电话 所以 在乘坐在后座 机车的乘坐在后座的一个乘客 千万千万要注意 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 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 那车子的特性 包含说 整个我们除了说 刚刚介绍的一个车辆的刹车 车辆的灯光 车辆的轮胎 开压等等 但是往往在这个道路使用上 我们遇到弯道 那弯道会有什么情况 过弯的速度过快 而操作造成车辆的一个转档 包含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过弯三叶 这个围法比较不贵的 三个 呃 妹妹 她有戴安全帽 戴安全帽 但是 她过了弯 转老之后 其实她的皮肤也有受伤 就是刚刚一开始 其中的一个影片介绍说 我们出发之前的装备 足够了吗 穿戴好了吗 像这种情况 那其实 后来有一个影片 一个照片 各位光学员看一下 她没有戴手套 她的脚部 丝弯或破 没有保护到她的身体 当专长的时候 她身体有保护住了 但是她的手 她的脚都没有保护到 这种伤口可能 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复原 所以 除了介绍弯道的危险之外 速度要放慢 那这个油门要放开 就是不要让这个车子破坏之外 帮你这个装备 也千万要注意到 这个装备的一个 席背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到我们 接下来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 路况跟所谓的 防御驾驶的 塞的阶段 那在弯道破坏的时候 千万不要像 刚刚那个影片中的一个 洗衬的一个方式 跟错误的方法 一定要 眼睛看眼方 静弯前要减速 静弯前一定要减速 那怎么办 转头要看你 要破坏的一个 目标物 那车辆要稍微側行 側行的部分 不是用那个 大幅的买动 那包含你们控制油的人 进弯道的时候 油门一定要放 那另外 慢慢的刹车来 判断前方的一个 有没有像 按路的一个状况 来安全 拼命的 过这个弯道 好的 那接下来 介绍一下 路的特性 刚刚介绍了 从人 车 那接下来介绍 路的特性 路的特性有什么 你的车辆有 胎压 轮胎 开文购 刹车也几多 但是你有遇到 其他外在的 比如说最近的一个 强降雨 积水 那积水的时候 遇到什么状况 水飘现象 所以 当有遇到 道路积水的时候 千万 收开油门 不要紧急坐刹车 不要大幅度的转向 这样都造成一些危险 所以 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影片介绍 行经 积水的路段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另外 提醒各位同学 如果说跟家人出去的时候 也要提醒家人 看到前方的车子 走过去的一个路段 以及有水 噴溅起来 那表示那个地方有积水 千万要放慢速度 尽可能能够避开这种积水 对 当然不好把它转到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边积水 有可能 肉眼可以看 所以就正右一方面也好 对 对 对 好 刚好这个有一个 所谓的 小的一个 那个 车道的一个蹲着 所以它造成这个积水 那这个是在台中的文西路 前方看不到积水 那其实水很顺 所以它一下子速度没有浪漫 就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水条件 甚至就转倒了 好 它不是从浪漫 然后开往 它后方的车辆 都有 进步的跌下来 没有造成第二次的时候 车祸是不上太好 像这种 想象里的时候 可能在道路上 都有可能 肉眼看不到的一个 吸水场 千万下雨天 就是下雨天 速度一定要放慢 那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在大陆的特殊环境里面 像这种人形穿越大 地面的标线 或者前方有施工 有施工 盖档 那接着就是会有碎石的楼面 因为大陆还在施工 它来不及清掃 那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避开之外 那看到前方有施工 炮制的时候 千万 慢慢速度不要被快的冲过去 这样子都造成这些危险 所以 路的恶性 我们也要相当注意 除了这一个水 积水的状况之外 那道路的恶速条件 我们也要相当注意 那还有就是在于 我们的一个路口 场地的一个行为 那这些都是我们 一直到来讲的 遵守规定 右转要打方向灯 比较爽红灯 但是往往都会有不尽手的状况 产生 像这个灵电中 知道它红灯 它觉得没有车 它就送过去 造成这个所谓的 撞击事件产生 那第二个 遇到三宝 它直接在 从内侧道 接到外侧道 它也不看后方 造成这个 类似大宝灵球的状况 差点撞击到这个 过马路的那个 行人 那还有就是这种 所谓的 也是三宝之一 机车从右方 串出 它直接打方向灯 它也不管后方 也没有射来 来 准备这个车子要穿越 所以现在在 其实在考试有一个重要的一个 规定 在停 在这个考场里面 停车 在起步的时候 千万要摆 都一定要摆 这是一个考试重要的 就是说 它希望 养成习惯 用你的余光去看一下 左后方 左右后方 有没有其他的来臭 避免到这些位置 包括说像刚刚这个影片 在过弯的时候 不仅要注意打方向灯之外 你还要摆倒看一下 后方也没有其他的车辆 除了看你的后事情之外 摆倒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 那这一些 简单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要行进 到的时候 机车要开灯 其实就是让 这个汽车的下行人 更容易辨别到 这个灯光 能够让肉眼去看到说 有移动物体的接近 双方都可以注意到这个安全 主要是这样子 那另外 机身好 千万不要当低头主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乘坐在后座 你的双手 一手环包一手 拉住后五手之外 那千万不要再当低头主 像很多外送 外送的一个 湖康达的一个业者 然后 忽人一等 他会看 一直看着他的手机 所以 往往都会造成一些危险 突然 绿灯一亮 后面喇叭一亮 他就油门一降 就冲过去 其实 他就附列掉 前方每个障藏的障碍 或拥入人 在前面 所以 相当的危险 需要特别的一个 小心 特别的一个注意 OK 所以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像安全驾驶里面 大家注意到 如果在社区 巷道里面 那 进入学校 附近的一个 运动场 有球跑出来 你就要怎样 放慢速度 注意说 后方 是不是有家长 小朋友 跑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注意 好 那另外 套资的交叉路口底下 我有几个补充 比较精简的部分 来 就是这一个 呃 开大墩之外 我们的突破镜 在道路上 都有遇过说 很多相当路 因为有事件事件 在巨公所 或者是 政府的单位 都会去设置 这种突破镜 所以 我们看到这种 突破镜 在不管任何路口 特别要放慢速度 特别小时 因为 呃 我们有一个影片就是 在这个相当路口 它没有办法去设置 这个所谓的 灯套号机 来管制这个色量 所以 会去设置 这个网状线 跟所谓的突破镜 所以 我们要特别注意 像这个影片 三方路口 因为大家都很快觉得 道路上没有其他用路的 所以 这就这么刚好 三台车就碰碰在一起了 三个都撞得蛮惨烈的 所以 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行这个相当路 除了说 我们现在很多 在考照的条件里面 很多都会设置说 停车 再洗涂 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要特别去放慢速度 摆头看一下 有没有左右方的哪一次 才能避掉这些危险 所以很像 我们讲的 绝密终结站 这一瞬间 谁也没有看到谁 OK 好 那大行车的危险 刚刚一开始那个影片 有拍摄 大车的一个视线视角 非常的大 包含说内部差 那我们看一下影片 就是说 有一个富人 停红利灯 因为飞气热 他躲在他的那个 大货车的所谓的 呃 影子底下 去 避开这个太阳直赛 我们看一下 要造成什么情况 那后方来的一个 应该是外企劳工 他还是要懂得去避开 他会躲在这个 音音底下吗 那现在那个 大行车要死步了 他打了方向灯了 他应该也有声响 但是他还没有避开 我就这样 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 这种大行车的视角 相当的大 要特别的注意 避开这个很危险 还有呢 这个影片就是一个连结车 旁边有一部机车 那其实 他现在这样子的时候 觉得 道路很快 但是等他这部车 要过这个 锁转弯的时候 他的道路就限锁 因为内容差 各位看一下有什么状况 他已经打发亮灯了 他也不让他 那机会 就不要在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托板车上面 所以内容差 是这样子的产生的 特别要小心 特别要注意这种 大行车 避开他 远离他 速度要放浪 不要跟他震荡 OK 那 接下来的部分 就是 一开始的影片 三宝 开头灯预防突然开门的路边车辆 那 这个是近五年 车门不当开启 到人的速度 虽然我们骑机车 但是我们会遇到 很多这种三宝 所以 我们在 骑车在这个道路上 看到路边 围影也好 视线视角也好 我们千万要放慢速度 不要跟他争快 那看一下这个车灯里面 灯光也没有亮 甚至有人要下车 我们就做好这些防范 跟准备 那 车辆有没有适时的 开始头灯 就是说 全是点灯 车头的马达 来让别人更容易 辨識到后方有来之后 OK 那几个形象 我们来看一下 机车骑士 起车执行 却遇上马路三宝 突然开车门 即使来不及下车 还好速度不快 虽然摔倒 但还是可以自己站起 后来三宝 知道 背后发生什么事 都会改变 还好他速度很慢 因为虽然很容易 射到很隆挤 知道背后 有被停车 那机会 知道背后抓住 那个机车 没有熄火 整个冲出去 OK 那还有什么情况 接下来 是发生在屏东的一个省道 那机车呢 骑士的速度相当快 但是就是遇到这种开车门事件 各位看一下 一开都刚好 后面巴士就上去了 所以速度是取决于安全的一个第一要件 就是说速度不要太快 跟着车流的车速走之外 那遇到路边停车里 不要觉得说 我就一个小凤 我就穿得过去 但是其实不然 那另外这种 我们把车门是决定中级站的第二 第二步 你看他后面的车门打开了 那就刚好 那么刚好 那个机车只是过 这个车门突然飞起来 去打到后方骑士 这个司机还莫名其妙 为什么这个机车会翻倒 不晓得 他没有把他车门固定好 要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注意 这种道路围定或突然在下坡这种车辆 最近的新闻也蛮多 像那些货役司机 在开启开进一个向道的时候 车门没有关 那车门一打 向道的车都被随伤 好 那接下来就最后 我们一个影片来做 最后的总结跟分享 那有一个国外的记者 来访问路边的一个路人 来问他说 那一年有250位 啊的人 因为他用事故而死亡 那他觉得 多少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 多少死亡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 多少死亡的数字可以接受的 他大概说是七十位 七十位 七十位 结果他送了七十位过来 我就说 七十位是哪一些人 他看了一下傻眼的话 他送过来七十位都是他的大爸妈妈 他的老婆 他的女儿 都是他的家人 他的Family 都是他的家人 所以他现在记者在问他 你觉得 交通师傅的数字 是我们的数字 都是